我也改变主意了 我现在不用你说了 我想听牢房里的人讲 我倒要看看 江一彦看着他心爱的廷军 身受酷刑的时候 他开不开口 来啊 把陈廷军给我绑了 再把江一彦给我弄行 带到审讯室去 喂 到淮海路 你只有二十分钟 二十分钟 那根本到不了我 你不是开车了吗 车牌号是1036 别找了 找也找不到 现在只有十九分钟了 可那里是法租界 你把你那身皮脱了 换便装不就行了 周中阳 你耍我 你要是迟到了 就等着给前夜征兴收尸吧 没 怎么了 少佐 回海路 江一彦醒了吗 还没有 他这回是重度昏灭 医生说 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我需要在一分钟之内 让江一彦醒过来 是 李志全 你别忘了 我是前夜征兴的人 你不说我还差点忘了 我知道你是前夜征兴的 可是 可是此时此刻前夜征兴 生死未知 自身都难保啊 来 把她的衣服给我扒了 我要让江一彦进来的时候 看到她一丝不挂的样子 你就执你敢 我怎么就不敢 我告诉你 在七十六趟 任何人他也救不了你 给我扒了 是 敢 松手 那我呢 江青阁下 您怎么亲自来了 我要不亲自来 我就得参加我未来孙子的葬礼了 什么 未来的孙子 这 他肚子里的孩子 是前夜征兴的 是前夜征兴的 是 别人确实是不知道啊 还不赶紧放人 是 谁 汪东五十米有个箱子 挡开它 挡开 多年不见啊 多年不见啊 上次见你的时候 还是个小姑娘啊 伯父 前夜征党 回去再说 李主任 在 还有个人 你要给我一起带走啊 什么人 你是个聪明人 还用我名士吗 你要是不教 我会带走 我给土匪员打个电话你看行吗 不用 不用 江青阁下药的人 我岂能不给啊 只不过 这个犯人 他现在身体状况 恐怕移动不了啊 你跟我玩这种游戏 动不了 给我抬着 马上去办 是 是 我们回家吧 回离子你母亲 还在家等着呢 嗯 看嘛 小日本 猖狂什么呀 小北 小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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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娜 你们不能过去 这没事陷阱 姜娜哥 姜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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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动 继续扫兰 我的铐去了 起来 干什么 起来 起来 不许动 我的知心公务 这里是法租鉴 不是你们日本租鉴 大方和中国都在我日本手里 你法租鉴算什么 小野 小野 我 叫城府过来 叫他过来接我 是 把他押走 走 走 老实点 走 姜娜 小野 在这家里面 走 写 人 中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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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没这么说 他还跟着干吗呢 那您的意思是 该干吗干吗去 将军 将军 您来了 你看你这个德行 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自作聪明 诚实不足你败身 姐 您好 我是府部公益 我问你 你是不是准备要用假货 跟我们交易 你还敢打电话给我 你是不是不想要千眼 这么新的命 不是这样的 是七十六号的李治群不放人 我才出自下策 好啊 那你就等着收尸吧 别别别 周小姐 给快电话 我来接 喂 你是谁 千眼元忠中将 你是千眼元忠 是的 你看这样 你把我儿子放了 我就放了江燕 怎么样 你怎么保证 你看这样好不好 我放了江燕以后 你们确认他安全了 再把我儿子放了 你看这样可以吗 可以考虑 那好 怎么样 他们愿意放人 并且可以在我们 确认江组长安全的时候 我们再放人 太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你把手打开 要不然我怎么解裤子啊 我给你把手打开 是吧 你当我傻呀 那你不把我手打开也行 你帮我把裤子解开 你 你让我给你解裤子 你你你你你不耍流氓吗你 你这个臭流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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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 修丽 修丽 人呢 不在啊 他去哪儿了 算了 他这人肯定去哪个个厅喝酒去了 那我们走吧 走吧 我听他动静之道肯定有人来救我 我还真的没想到 他要不要做好 我不適合你 最有意思的 我看你 我相信你 算我 不过 你们 点击 在欢迎 我 就不过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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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点 小点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放了他 我答应你 我什么都答应你 你不是要杀冯克张吗 我帮你 我帮你杀了他 我帮你做什么都可以 你去 但是钱野军跟我说 中日之战在所难免 连他不久都会进入中国战场 他是在未雨绸缪早做准备 看看现在 钱野军真的一言中递啊 好啊 不愧是我的儿子 目光远大 到底是什么人救了钱野正信啊 小点 你有没有看见他的脸 那个钱野正信也太奸诈了 故意分我的心 我才被人下了黑手 我问你有没有看见 没看见 完了 千野中心跑了 江大哥也没得救了 我不是故意的 没怪你 早知道我救了 小林 别说了 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这里 这里现在已经不安全了 既然他已经脱离危险了 我看那姓江的已经没什么用了 伯父 那个江一燕可是军统在上海行动组的头啊 一定还能从他的嘴里得到更有价值的情报 他要能开口啊 那七十六号早就开口了 我认为啊 他就是个死硬分子 我现在就打电话 让他们马上把他处决了 等等伯父 你的表情 怎么这么紧张 修娜 修丽去哪儿了 怎么 你这话里有话呀 我只是问 修丽到底去哪儿了 那你还不如直接问 是不是修丽出卖了我们 这个地方 只有我们几个知道 况且 况且我们一直在一起 所以 失踪的修丽嫌疑最大 是不是 什么意思啊 你们怀疑修丽姐 那 那 如果真的是修丽姐 她为什么呀 修娜 这话貌似很平常 但是很在理 我真的实在是想不懂 修丽为什么要救千叶哲戚 修娜 行了 别说了 判责是我 我也会怀疑 你是在为她说情 母妇 我没有为她求情 更不是紧张她 而是紧张你一旦杀了她 我的计划就完全泡汤了 计划 什么计划 什么计划 我的潜伏计划 在我的联络站里 江一叶是我的直接领导人 我可以通过她再次打入军统内部 这样就可以把军统上海站一网打尽 您觉得如何 你是一个被七十六号关过的人 你要回去 我可以让她看 我可能是不肯定 你没有做过 这可以让她做的事 应该是可以 不是什么 往上升 我可以让她 我可以送到你 我可以送到你 你就可以帮我 我可以送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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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别人 人家都 我觉得 不信 ba 我看她是在她的 爺嫩 女人 您办得怎么样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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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到底去哪儿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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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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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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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